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10627 最低点出现在下午的1.08分 来到10550 今天整个高低区间总共是77点 那么现货的成交量只剩下892亿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叫做 三宇欲来 风满楼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要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都晓得礼拜五礼拜六 这两天是这个G20重要的一个日子 接下来很多人都在观察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结果大家都在观望的情况下 你可以发现到 现货的成交量是急速的萎缩 因为观望的气氛非常的浓厚 可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你有没有注意到 整个台子的未平仓量 还是维持在一个非常高档的水位 要怎么去解读呢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 成交量变小了 大家在观望 可是在期货市场上 每个人都已经做好选了方向 每个人都在压单边 等待下一波的结果的揭晓 所以各位 从期货的筹码面来看 这个未平仓量很大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一个爆炸性的走势 不管是往上不管是往下 各位投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接下来下个礼拜一 或者说这两天 整个G20究竟有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是看多还是看空 要有什么方法 能够把今天的行情变钞票 我想这才是所有投资朋友 最关心的一个重点 就像今天 虽然整个区间只有77点 但是我相信 在早上来导播请拉近 开在平盘的时候往下杀 有很多积极的投资朋友 会在这里放空对不对 甚至往上吉拉过平盘的时候 又反手去做多 所以今天早上如果你忽多忽空 你可能就会遭受到一个停损的状况 但是今天的行情 今天的方向是不是只有一个 各位没有错吧 今天就是一个开平盘往下走的行情 今天只要站对方向 各位投资朋友 你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如果你是跟着我进场 你可以看到老师的测标 在今天确定跌破10600的时候 我们全部都进场放空 待会老师会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会员所收到的简讯 那么接下来我们下来看一下 在早上的时候 老师怎么样替盘氏来做规划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牛熊最前线 第一个 美元疲软月线压力笼罩 外资火力全开 大买台股 第二个 台子着收藏宏 未平仓量激增 期货筹码偏向多方 第三个 早盘预估量只有千亿 指数强攻难度高 回挡机会增 第四个 油价蠢动 事迹突破季限 通货膨胀隐忧 恐影响到降息的步调 我们看结论 G20前夕市场转趋观望 大盘预估量偏低 但是台子的未平仓量超过10万口 期货动能充沛 多空即将一战 早盘两岸股市呈现瑕福整理 量能不出 行情恐难以放大 空手者见益观望 而A50短分K出现三角收敛形态 酝酿突破值得留意 在今天早上9点31分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今天现货一开盘的时候 你就能够收到 邱老师替大家准备的这个牛熊最前线 你是不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充分掌握住 今天盘面上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你不用再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就去找利多来看 有空单的人就拼命去找一些利空的消息来看 各位 如果你只是在找寻自己想要看的新闻 基本上对你的操作没有任何的帮助 你只是在找自己的安慰 所以要当一个专业的操牌手 一定要记得 每天早上要同时吸收到多空两边不同的观点 你才能做出最准确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那么从现在开始 你不用花时间来找资料 把这个工作通通都交给邱老师 你只要做个简单的动作 就是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A0800370888 小老鼠A0800370888 每天都会提供你独家的牛熊关盘重点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资讯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牛辈辈带来的新闻 美国第一季GDP成长3.1% 企业投资转强抵消消费者支出转弱 各位投资朋友我们都晓得 美国最近这一段时间 不仅仅是跟中国还跟墨西哥 出现了贸易紧张的状况 可是这个贸易紧张 看起来并没有明显为美国的经济 带来一个衰退的影响 甚至美国股市这几天都创了新高 道琼跟S&P500 而创新高之后 都是维持在一个高档侠服整理 看起来都是对整个G20的结果 抱持一个乐观的期待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美国股市的现行 这个是道琼指数 你可以看到 从前波的高点突破之后 出现了压回 这几天都是在做高档震荡 尤其要注意的是 下面这一条月线 向上穿越紫色的季线 出现了所谓的黄金交叉 也就是整个技术形态 看起来是对多方是有利的状况 那么另外一个指数 这次纳萨克也是一样 上一次回到前波的低点不破之后 出现一个V型的反弹 那么虽然它没有突破前高 这两天也出现了压回 在这边做震荡整理的格局 但是你也看到 它的月线也即将向上穿越季线 接下来就会出现所谓的黄金交叉 所以整个美股的技术形态 现在看起来 还是偏向一个多方的格局 那么我们再看 这个是美元指数你可以看到 从今年一月份开始 它都是维持一个上下震荡 所谓上升的一个通道 那么你可以发现上个礼拜 出现大幅度的回档 这两天都是一个横向整理的格局 那么这美元指数出现了 大幅度的下沙 会有什么状况 各位你可以发现到 最近这七个交易日里面 外资买了足足五个交易日 因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当美元走弱的时候 通常外资都很容易进场来买超台北股市 因为它要避免会差 又可以赚价差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只要美元指数 持续的往下走的话 外资接下来继续买超的机会 也相对的比较大 尤其你可以看到 这几天虽然出现横向整理 但是呢 这个月线已经向下穿越季线 等于是整个美元指数 也出现了死亡交叉 对整个台北股市来讲 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可是呢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A50 跟台北股市的一个比较图 我们都晓得A50是台 是中国股市的代表 台北股市在过去你可以发现 每一次的转折点几乎都在同一天 整个形态上看起来 也是大同小异 甚至在1月15号的时候 它突破颈线向上急涨 整个台北股市也是突破颈线 出现盘涨的格局 所以一般来讲 A50是台北股市的领头羊 只要能够掌握A50的趋势 就能够掌握台股 接下来的多空方向 我们来看 这是A50期货的日线图 上一次这个低点没有破之后 出现一个震荡打底的行情 接下来就是突破颈线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波行情 同时也带动了台北股市的上涨 而接下来你可以发现 黄色的这一条是它的月线 也即将向上穿越际线 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它已经出现一个 所谓的三角收敛形态 也就是代表接下来 很容易出现大行情 而且上一次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地方 它也是出现三角收敛形态 最后往上做突破 从这里到这里各位 足足有多少点 这里到这里足足有一千点 所以如果你对A50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绝对不能够错过 接下来一个大波段的机会 那我们再看 这个是台子期 现在的未平仓量 来到10万零一千口 这是礼拜四的未平仓量 可是今天可能稍微的下滑 但是你可以发现 重点在这个地方 这一波在上涨的格局里面 未平仓量是不断的增加 这一波在拉回这三天 未平仓量是减少 昨天大涨未平仓量又增加 今天出现拉回未平仓量减少 各位这从期货的筹码的角度上来看 很明显的市场是偏向多方 为什么 因为只要涨未平仓量增加 代表这个动能是越来越充沛 所以从期货的筹码角度上来看 还是对多方是有利的状况 甚至我们从大盘的角度上来看 你可以发现 这几天的整理都是出现量说 昨天的大涨出现放量 今天回档又是出现量说 很明显的从大盘的价量关系上来看 是不是多方控盘的一个什么 一个状况 所以各位 接下来看起来所有的条件 好像都是偏向多方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熊妈妈告诉我们说 北京提出平衡协议 传出美方异口回绝 川普带鹰派官员赴日 各位投资朋友这个新闻的重点在哪里 它重点就是告诉我们 在G20的前夕 这个华尔街日报 它发出了一个新闻 它说中国的消息人士指出 习近平同意接下来 坐下来好好谈整个贸易协定 但是它开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什么 各位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它要取消所谓的什么 这个什么 那个华为 各位取消华为的对它的制裁 而且第二个它要取消所有对中国加征的关税 而重点是第三个 不要再叫中国买这么多的农产品 各位这个时候 整个白宫的高层跳出来说 各位这完全是空穴来风 绝对没有所谓的先决条件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整个谈判的前夕 大家已经开始在打空战 打消息战打媒体战 看起来整个贸易大战 整个接下来贸易谈判的结果 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乐观 我们就来看 这个是我们台指7月的一个60分K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 五月份高档的套牢区的压力 还是一样非常的沉重 那么在这个地方 各位导播请拉近 老师所画出来这条线 已经连续三天 连续三次的测试 这个地方叫10630 连续三天都没有办法顺利的突破 各位从技术形态来看 三次不过很有可能回测 接下来的平台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清源油的日线图 在这个地方 它出现一个WD的形态 而且重点是 回到了这个关键的59美元 为什么我们要看清源油 各位要知道 如果油价失控继续往上涨 这个时候就会带动 所谓的通货膨胀 而通货膨胀 对症下药就是要升息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大家期望 整个联准会能够降息呢 所以各位如果说 油价接下来失控 往上继续走的话 第一个要挑战这个转折点 第二个就要挑战这个前波的高点 所以各位如果油价近期不能够出现回挡的走势 还继续往上创高的话 这个地方就要小心 FED可能升息 可能降息的步调 就没有办法如市场所预期的一年四次 所以各位不管你看多也好 看空也好 熊说熊有理 牛说牛有理 到底谁有理 老师要告诉你 实战才是硬道理 今天整个行情你可以看到 是开平盘往下出现下沙的走势 如果你没有方向感的话 今天开盘往下走的时候 你会放空 过平盘几涨的时候 你可能去追多 这个地方短短的20分钟 你可能就会多空双巴 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做方向只有一个 我们在早上9点15分的时候 在10600的地方 通知所有的会员进场放空 那么老师要特别强调一次 我们的试价单 一天只会出手一趟 你在节目上所看到的这个价格 都是我们会员当天的唯一一次进场 绝对没有第二次 也不会有第三次 不会像其他的老师 第一趟停损了 做第二趟 第二趟被扒了 赶快再做第三趟 可是在节目上 永远只讲赚钱的那一趟 如果你过去参加过这种的老师 有这种惨痛的经验 在我这个地方 老师跟你保证 你收到的讯息 跟我节目上完全都一样 因为我们一天只会出手一趟 那么今天我们的会员 在这个地方进场之后 在哪里可以赚到30点 9点49分 各位短短半个小时 10570就来了 在这个地方放空 在这个地方平仓 各位跟着我做 今天光是两口台子 你就有60点价差的机会 等于新台币12000块 今天只要你能够空在这个起跌点 不管你平仓在接下来任何一个位置 今天就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抠讯 9点15分 各位期指目前10600附近 收讯后务必试驾做空 至少两口大台 成交后停损颜色30点 我们的多空智能指标 它有什么优势 第一个速度 开盘后快速判断多空 每天早上一开盘 就快速的判断今天的方向 究竟是多还是空 赶快发到会员的手机 让你做参考 而且第二个点位明确 绝不含糊 所有的点位一定让你看得到 做得到 绝对没有什么正负10点 正负20点的抠讯 各位我知道还有很多人 收到这个抠讯 他会说正负10点 正负20点在这边放空 各位啊 一天的震荡顶多就是7、80点 你有这么大的队局 到底要空在哪个点 我也不知道 甚至有一些老师会告诉你说 积极的人在这里进场 保守的人观望一下 我们是做期货 不是在做现象测验 各位 只有邱老师的简讯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清楚 绝对让你看得懂 也让你做得到 而且重点是 老师每天都会亲自调教参数 我们都晓得 盘式的走法是千变万化 每天都有不同的因素 在干扰着这个市场 你只有每天去调整参数 才能够符合当天的脉动 才能够符合当天的行情 不可能一个逻辑 一个软体 365天 你不去调整它 天天都帮你赚钱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老师还来带你回顾一下 最近这几天 我们究竟怎么样帮会员朋友赚钱 我们可以看到 6月27号的时候 我们在10570做多 我们看一下 9点10570市价做多 我们站往前面看 6月25号 我们在9点18分的时候 10599的地方放空 各位当天有机会赚到114点 我们看一下当天的抠讯 9点18分10599市价做空 再往前面看 6月24号 各位我们在一开盘8点45分 10605放空 各位轻轻松松60点就入带 8点45分10605市价做空 我们看 6月21号 我们一样在8点45分10629 就告诉所有的会员进场放空 当天一样有114点驾差的机会 8点45分10629市价做空 各位6月19号 我们当天9点45分 告诉会员10690做多 当天有220点驾差的机会 等于新台币44000块 各位投资朋友 老师刚刚给大家看的 我们当天每一天都是只有出手一次 所以保证你参加我的会员 收到的抠讯 收到的进场点 绝对就是电视上所讲的 所以各位接下来大行情即将要来了 要能不能够反败为胜就看这一次 想要当赢家一定要找专家 加入赢家的行列 各位明天你也是赢家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旗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心路骨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旗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心路骨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A50指数 天天A50点 各位投资朋友 这种老师看也在节目上 跟大家介绍 A50指数 越来越多的朋友 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而且都充分的感受到 A50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当充的商品 如果你还不了解 如果你还在观望 你只要记个几个重点 第一个 做A50不需要再另外开户 用你现在做台子这个账户 马上就可以进场 那么第二个 做A50也不需要换外币 换美金换人民币 通通都不用 用你手上的新台币 就可以下单 第三个 跟着我做A50 最慢最慢 中午12点都会打完收工 绝对不留仓 绝对不凹单 不会让你有跳空 补保证金的风险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 在中国的股市 能够赚到钱 最快的方式 就是加入我们的 A50特战队 我们A50特战队 条件成立马上出手 当日冲销 速战速决 千锤百炼 战力十足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A50也是开在平盘之后 9点半开始出现一波回挡 各位今天的震荡不大 但是只要能够抓住这一波 是不是就能够成为赢家 没有错 今天我们的会员 都是在9点33分的时候 13462.5 这个地方进场放空 老师要特别强调一次 我们的试驾单 不管是台子旗 还是A50 一天只会出手一趟 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 都是我们会员 当天唯一的一次进场 而且每一个人的进场点 保证都一样 绝对不会跟你的抠讯 你今天加入我的会员 不可能出现你的抠讯 跟我电视上搭不起来的状况 所以你可以放100个星 今天我们的会员 通通在9点33分进场放空 在哪里可以A到50点 9点39分 各位短短的6分钟 13412.5打完收工 今天成交了5口A50 就出现了250点架杀的机会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抠讯 A50指数目前13462.5附近 收讯后市价做多至少5口 预挂5口在13512.5 停损设在13537.5 各位投资朋友 你可以在这个讯息上 很清楚的看到 包含的进场点 包含的加码点 包含的停损点 都交代的非常清楚 你今天不用去研究A50的基本面 也不用去管它到底有哪些成分股 你今天只要看得懂中文 都可以跟我们会员 成为今天市场上的赢家 不需要去研究技术面筹码面 通通都不用 只要看得懂中文 看得懂国字 收到讯息之后按表操课 把这个资讯告诉你的音乐员 请他帮你挂单 或是自己透过下单软体 把这个价格给挂进去 你今天轻轻松松 就成了市场上的赢家 为什么A50的操作这么简单 你可以看到 今天它的高低区间 总共是145点 台子期今天只有77点 可是你可以看到 两边的走势 是不是非常相似 几乎是一模一样 重点在于 A50的震荡比较大 台子的震荡比较小 我们都晓得 做期货当冲 不需要选边站 我们只要有波动 波动越大 代表当冲的机会就越多 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样 我们回顾过去几天 我们的操作 6月27号 我们在9点06分 10492.5 进场做多 我们看一下当天775点 9点06分 13492.5 市价做多 再往前面 6月26号 我们在9点35分 13432.5 做多 9点35分 13432.5 市价做多 然后再往前面看 6月25号 我们在9点30分 13640 告诉会员 进场放空 当天有机会 赚到1450点 来 6月25号的讯息 9点30分 13640 市价做空 来 6月21号 各位 我们在9点33分 1370 7.5 这边放空 一样有400多点 价差的机会 9点33分 1370 7.5 市价做空 来 6月20号 各位 我们是在哪里 13300跟13250做多 当天赚到了3725点 价差的机会 来 13300市价做多 加码单 13250 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20天 老师统计起来 你这20天跟着我做 每一天 不要多 用10口单去做 也不用多 赚50点就好了 用这种方式 20次出手 拿下14次的胜利 30万的保证金 就有机会 赚到新台币12万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心脏不够大科 很简单 赚50点就跑 很简单吧 有时候短短的10分钟 你就打完收工 你用这种方式 拿30万的保证金 跟着邱尔老师进场 每天这样做 代表当天只要赢钱 代表当天就是15000块 在你的口袋里面 又多了15000 又多了15000 这20天下来 总共多了12万块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有机会 有方法能够帮你增加收入 各位你为什么不来尝试看看 帮自己多增加一个赚钱的商品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想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如果你长期观察老师的节目 你就会知道 老师讲的每一天都公布在我的什么 我的电视 我的节目里面 每一天的进场点 我都完全透明的公布 各位你一定要来尝试看看 也许你说 老师啊 过去参加过很多的老师 这个讲的都跟做的不一样啊 都没有赚到钱啊 手机上看到的跟电视商都不一样 各位你可以保证 老师给你保证 你看到的绝对跟你手机上是一模一样 所以现在 各位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老师特别推出了我们A50特战队 即刻加入我们短期体验288 就是希望用最低的门槛 让所有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进场来赚钱 而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有兴趣的人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打电话进来 明天你也是赢家 再会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历 未经历 谢谢大家